另外 在中俄军事合作方面也有了新进展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军方官员在2013年阿布扎比防务展上表示 中俄在今年1月签署了对华供应苏35战机的初步协议 近期还将就具体的合同事宜进行磋商 然而 关于何时能够签署供应合同和将对华供应苏35的战机数量 这位官员并未明确指出 俄军宣称苏35战斗机整体性能超过法国阵风 欧洲台风等四代半战斗机 接近F22等五代战机 具备完善的对空和对地打击能力 第一个 苏35本身它除了前面的雷达比过去更好之外 而且还有一点 它可以装后面的雷达 它现在连后面都可以装雷达 当我后面有敌机在很远的地方开始要慢慢跟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技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它所欠缺的 俄罗斯媒体还透露 有很多国家对俄罗斯S-400凯旋新型防空导弹系统 表现出极大兴趣 不排除中国将成为第一个海外买家的可能性 俄罗斯S-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于2010年首次公开亮相 属于俄罗斯第五代防空导弹系统 被北约称为咆哮者 它的雷达具有全项覆盖能力 是全球现役和再研制的防空导弹中最先进的一种 可应对所有现有的空中威胁 包括来自天空和太空的攻击和侦察 被誉为能把美国爱国者三导弹打下擂台的新式武器 据了解 目前俄罗斯军队中有四个装备S-400导弹系统的团 此前更有俄罗斯方面消息称 中俄双方正在谈判的军售项目 可能包括24架苏35战斗机 四艘阿姆尔吉1650型潜艇 S-400防空导弹系统和1276军用运输机等 其中仅24架苏35战斗机合同的金额就超过了15亿美元 预计2013年俄中武器贸易合同总金额有可能创新高 那么俄罗斯推这种 包括S-400 包括苏35这样的相对新式的武器 它一方面也就是为了吸引中国能够采购它的新式武器 来重新巩固自己对华的这种军售市场 俄罗斯不停地放出这样的风声 甚至有一些只是空穴来风的这样的一种传言 另外一方面的考虑是为了吸引和中国批评的其他的一些潜在的客户 比如说印度 那么俄罗斯不停地放进去